作为天之骄子的C罗,在五大联赛的进球数据遭遇梅西反超,为梅罗争斗,画上了句号。 而在国家队层面,C罗原本是令人瞻仰的存在,夺得欧洲杯加欧国联冠军,超越绝大多数球员。 然而,如今他也正式被超越。 而这还要从欧国联决赛说起,作为有一赛性质的欧国联,如今在包装下,摇身变成了国际A级赛事。 冠军更是可以直接参加欧洲杯,这另一众球队振奋。 而本次决赛,由西班牙与克罗地亚共同演议。 这也是莫德里奇又一次向国家队冠军荣耀发起冲锋。 这位正效力于黄马的巨星,夺得俱乐部荣誉有如贪囊取物。 可惜在国家队一贯难求,最好成绩是世界杯亚军。 此一役,西班牙积极策动进攻。 第十二分钟,嘉维在靠近湖顶处意外得到球权后,辗转腾挪小距离推进。 在埃尔利奇、科瓦契奇奇等三人形成包围圈之前,于禁区前沿推射近角,无奈稍稍偏出力柱。 第23分钟,克罗地亚发起快攻,后场长传撕裂对手防线。 克拉玛里奇在禁区内形成单刀,无奈将要失射之际,拉波尔特拍马赶到铲飞皮球。 第39分钟,莫德里奇又入挑传助攻。 佩里希奇禁区右侧与赫苏斯纳瓦斯争抢球权,利用投球百度攻门。 可惜力道疲软令对手轻松向纳球权。 上半场,两队战成0比0,而下半场比赛,沉闷的氛围延续。 帕萨利奇、罗德里等人虽然各斩神通,依然未能帮助本队改写比分,双方进入点球大战。 这也是西班牙打破心理阴影的一次绝佳机会。 要知道,他们曾在世界杯上。 点球大战中失利进而从1分8决赛出局。 此次点球大战中,马耶尔第四轮点球遭遇铺救。 令克罗蒂亚球迷充满担忧。 不过拉波尔特紧接着在第五轮踢飞皮球。 双方的夺冠悬念仍旧保持。 而随着佩特科维奇第六轮的点球被扑出。 卡瓦哈尔成功骗到利瓦克维奇并伐进点球。 冠军悬念正式揭晓。 西班牙与无比四取胜。 迎来了他们在欧国联的最辉煌时刻。 他们队史夺得国际大赛冠军的次数也正式抵达五次。 此一役之后,西班牙后卫热苏斯纳瓦斯成为欧洲足坛历史第一人。 即集齐欧洲杯加世界杯加欧国联冠军的第一人。 这也意味着西班牙成功追上了法国队。 完成国家队大赛三冠王荣誉。 高卢雄基在他们看来不再是高高在上。 不可比拟的存在。 所谓有人悲喜,有人愁。 莫德里奇无疑是悲情的。 进入21世纪以来,他带领克罗地亚13次征战各项淘汰赛,并将其中的10场比赛托入加持决战。 可惜依然未尝一贯考虑到莫德里奇的年龄,以及克罗地亚青黄不接的局面。 恐怕他直至退役都很难在国家队获得冠军奖杯。 令人心疼。 好,这期节目,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